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实行了三光政策 在日军的作战命令和战报中不断出现静灭作战 彻底毁灭等词语 所谓静灭作战 即是烧静灭绝 一个人不胜的杀光 一间房不留的烧光 一点东西也不留的抢光 此始作俑者就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郡 后来很多日本军官都做了这样的事情 可以说 当时的日本人见到中国人救杀 十分的残忍 但是 凡是皆有例外 日本一次在经过江苏省的一处村路的时候 却唯独停留了下来 这个村口有块很普通的石碑 但日本人见了 反而恭恭敬敬的测试为何呢 当时日本人立刻暂停了屠杀和抢东西 难道是日军突发善心 不杀人呢 原来在日本鬼子决定展开屠杀之前 意外看到了一块很普通的石碑 但烧杀抢掠的日本人见了 立马和头撤退 也不再敢屠杀和抢夺他 当时日本鬼子来到了江苏金山镇徐福村 正好日本人准备开始抢掠的时候 日寇指挥官看到村口一个奇怪的石碑后 立马让士兵们停止了暴行 实际上 石碑上写着三个字徐福村 日寇看到这所以才停止暴行的 并且让村民呈上几品 说皇军要祭奠他们 一番下跪磕头后 日军整齐撤离 大家是不是都十分的好奇 为什么日军会对徐福如此尊敬呢 原来在日本传统文化中 一直把徐福看作是日本人的老祖宗 如今在这一村落遇到老祖宗之墓 当然不敢放肆 传说中 秦世皇曾经派徐福 带领三仙同男同女 东渡海外仙山 寻找长生不老仙药 而徐福阳凤丁尾 并没有寻找虚无缥缈的海外仙山 而是到了来到了东宁 并带着这些人在此定居 繁衍生息 徐福来到这个地方以后 带来的先进技术和文化 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当时日本的发展 徐福本人也因此深受日本民众敬重 如今在日本很多城市里还有徐福公园 徐福庙存在 甚至在新宫市还有着徐福的衣冠中 目前石碑上刻着秦徐福之墓五个汉字 现在日本还有很多建筑物是以徐福的名字命名的 就是为了纪念徐福 可以看出日本人十分的尊重徐福 所以烧杀抢掠的日本人来到了徐福村 看见了这块石碑 就像看见了自己的祖先一样 自然不敢不尊敬了 临走之前还祭拜 了一下这块石碑就撤退了 图文来源于签约作家或网络copyright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